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至亲所爱 从此只剩孤单的灵魂独自游荡在人间 即将于11月23日上映的影片《克隆人》 讲述的就是一个这样悲伤的故事 因为一次意外事故突然失去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男主角 深陷失去家人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 往日欢声笑语的家庭空空荡荡 只剩下男主角在深夜中独自填底伤口 无法面对突然失去家人的痛苦 作为神经学科学家的男主 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帮助自己的妻儿进行克隆 通过完成意识传送 从而实现人类的复制 让已经离去的妻儿重新复活 复制人类不仅需要攻克诸多的技术难关 还要面对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质疑 克隆人中的男主角 想要借助克隆技术帮助家人复活的想法 疯狂而执拗 因为克隆人类要面临着层层阻碍 只为了逃避家人纵然离去的痛苦 就违背自然规律的克隆 不仅需要面对道德伦理的审判 更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更令人担忧的是 克隆并不是真正的复活 如何面对克隆人 克隆人是否能够等同一真正的人类 这些都是人类伦理 难以定义的内容 因为自己的痛苦 而将已经失去的亲人 脱入到未知的境地 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自私 放下也许才是最后的成全 影片主演基努里维斯 曾出演过多部经典的科幻电影 带给过我们极大的震撼 曾经的黑衣裤装 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说到科幻电影 总也躲不开老李帅气 躲避子弹的经典画面 而在这一次的克隆人中 老李不仅作为主演 还担任了影片的制作人一职 可以看出这是老李 亲情打造的最先立作 却也让熟悉老李的剧名 难掩心疼 因为能让老李如此全情投入 可能也离不开他近几年的遭遇 短短几年时间 先后失去了母亲 女儿 女友 妹妹 身边的亲人接连的离他而去 孤单影之的老李 应该最能体会失去家人的痛苦 可能就是拥有相同的经历 影片打动了他 能够让家人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又何尝不是老李的心愿 至于影片最后的结局 克隆的家人最终会有怎样的命运 相信这也是老李介意影片 想和大家探讨和分享的内容 影片中的女主角 由爱丽丝衣服饰演 爱丽丝出身于演艺世家 父母都是英国 名造一时的著名演员 她在上学期间 就展露了不俗的表演天赋 出演了BBC的剧作 毕业后更是出演过 《黑人3》 《星际迷航2》等多部优秀的影视剧作 在25岁时就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 此次拥有娇好面旁和精湛演技的她 在面对克隆人这一深刻话题和复杂人设时 又将会有怎样的表现 让人十分期待 在影片之中 老李成功克隆了自己的妻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克隆后的妻子 时常感觉到身体的异样 迫于无奈 老李只得向妻子和盘托出事情的真相 对于他的妻子来说 只有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被克隆的妻子将如何面对 重组的家庭 如何找到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定位 将会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这些却都是老李 未曾考虑过的问题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克隆技术也致去完善 克隆复制不再是人类的 难以实现的梦想 克隆技术可以作为有效的医疗手段 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甚至可以实现 人类关于永生的奢望 但是当技术难关已经功课 令人难以面对 却是由此产生的情感 伦理和道德问题 任何违背自然法则的活动 到最后都难逃大自然的惩处 对于克隆人的未来 影片在最后 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而这一场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人性 和伦理探讨 你难道不加入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